好的 这个档案一定会放在 就是自己的电脑里面 所以你就要去 自己的电脑里面找下载 好 所以怎么找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点选这个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 然后呢 下载 左上角这边下载 为什么是点下载 因为刚刚我去下载这件事 刚刚我是没有做下载这件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麻烦 因为有我的习惯 我是不喜欢在下载里面直接解压 不然下载里面就一堆档案了 所以麻烦我个人 我是把它剪下来贴到 我的上课的这个地方 我都有翻门别类 然后把它贴贴到这里 可是事实上 其实我都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所以 所以我再 等一下 我在刚刚那个下载这地方 我先把它改一个名字好了 好 所以我就先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因为我不喜欢都留在那个 那个下载里面 然后我放在我教学的适当的这个指定位置 好 例如说这是我的这个课程 然后就直接贴上 然后接下来我就解压缩字尺 你们一定有7Z 你们的电脑里面就有7Z的 然后请点解压缩字尺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点选确定 好吧 因为 因为它去解压缩 解到这里面去了 这样可以了解 反正就是你们就会有这一堆的档案 这是成品 这是我做完的成品 可是我 我只需要 从民国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人口统计 好 那我会希望等一下你们去下载 下载这个 这个 呃 就是从民国 现在是99年嘛 这里面我已经把民国99年都做好了 然后我现在呢 要请你们去把989796 反正就前面十几年的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因为全部格式都是一模一样 好 所以现在我们先去继续做这个